Solah,我喜欢你很多 韩剧《背着善仔跑》 剧情角色加大亮点 金慧云穿越时空拯救偶像编佑熙 殊不知15年前被告白过 男子天团主唱柳善仔 私自决定退出歌坛 在演唱会结束后与团员发生争执 当晚过度服用安眠药 不幸从饭店坠楼身亡 留下忧郁症自杀的遗云 但演唱会结束后 奇迹般在半路获得偶像柳善仔帮助的 身杖女孩任律 根本不相信柳善仔会自杀 她可是拯救过自己的伟大存在 演唱会后 柳善仔巧遇电动轮椅没电的任律 任律当时还不知柳善仔在高中就认识她 就在赶赴医院路上 任律不小心把竞标得来的柳善仔学生时期手表 给摔飞到河里 连滚带爬到河里找手表 一不小心按下手表倒计时钮 瞬间时空停止 再接下来回到2008年高中班级课堂上 被老师骂醒的任律 以为是做梦 狂奔至同学说的运动中心 看到柳善仔不但活着 还是水中蛟龙 这到底怎么一回事 任律穿越回2008年 以为在梦里向柳善仔告白说 活着真好 灵妖 背着善仔跑主要人物 任律金慧允 饰演 经营偶像柳善仔粉丝站 背着善仔跑的站姐妹任律 15年前经历车祸导致半身不随 原本住院治疗 但想死的她 因一通来自柳善仔宣传歌曲 在广播电台Call Out 鼓舞任律活下去 从此反转生命 成为不像命运低头的乐天女孩 任律从此成为柳善仔铁粉 柳善仔编佑西 饰演 15年前 柳善仔是游泳健将 快要代表国家参加2008年奥运 不幸左肩二度受伤 即便开刀 也无法回到选手状态 因同学玩乐团 陪同到经纪公司试镜 没想到被经纪人看上 和同学一起出道 更没想到乐团一飞冲天 成为2023年顶流男星 演唱会里的编佑西 被拍得帅到不行 白人和李承携 饰演 乐团Eclipse的队长兼吉他手 是柳善仔高中死党 从高中时期就玩乐团 和柳善仔一起成为偶像歌手 却在15年后 演唱会后台与柳善仔起严重冲突 因柳善仔私自决定退出乐团 等于背叛了哥们的梦想与青春 金泰成宋建熙 饰演 长得帅 屁股后面 跟一群太妹的小混混金泰成 原本是任律暗恋的对象 但再次见到任律 变得像大妈一样 碎碎念教训他 缺乏亲情关爱的金泰成 本来对任律没好感 但现在觉得任律太有趣 决定缠着他看看 李贤珠 徐慧元 饰演 是任律不离不弃的好闺蜜 从高中到30岁 即便任律发生不幸 都陪伴在身边 可以说是任律的双腿 常载着任律跑来跑去 是见证任律 对偶像柳善仔的爱的人 02 背着善仔跑看点 金慧云慢改专业户 合作过都成爆红男一 金慧云可谓是慢改女王 2018 Sky Castle天空之城 2019 偶然发生的一天 2021雪降花 到现在的背着善仔跑 颜值与演技一直在线 且最神奇的是 共演男演员都爆红 Sky Castle天空之城 赵炳归 偶然发生的一天 陆云 金永大 李仔绪 如果硬要说雪滴花 也算半部校园剧 金明奎也翻红 这次终于让边佑夕爆红 不得不感谢强大的 对手演员金慧云 边佑夕生前八年 终于浮出水面爆红了 宛如剧中游泳健将 生前八年的边佑夕 2022年 以电影《20世纪少女》 入围59届白响艺术大赏 电影部门男子新人演技奖 在2023大力女子江南顺连续剧中 充分展现第二眼帅哥的魅力 把冷酷杀人魔 眼火渴望关爱 篡位男主和女主成CP 累积相当高的人气 如今饰演受伤勇将变偶像歌手的柳善仔 戏里戏外都爆红 可说是开启边佑夕的花露 身高189公分的边佑夕 和张基隆 男助贺 算是同期出道的模特儿 虽然稍晚才遇到本命角色 但边佑夕自带反差萌 不是和女主角身高差的反差萌 是边西佑的奶狗眼神 这次饰演运动直男 见到暗恋的女主角 就肌肉紧绷 秒变扑克脸 一转身露出害羞 尴尬 惊吓各种高反差表情 让网友觉得太可爱 第二眼帅哥的魅力 是欲看欲有趣 03 女神降临 编剧再次魔改好评如潮 女神降临 李时恩编剧魔改剧本 被网友称赞改得好 高中初恋家暗恋 玩乐团 二男追一女 男二要皮皮的 加骑摩托车 现在不但编右膝爆红 宋建西也开始被热搜 是不是有一种 车银优加黄银叶 公式提取的感觉呢 运动员殷商放弃梦想 转战演艺圈 在韩国时有所闻 故事设定不但吸引人 也很有记事感 而这个故事 不但有音乐梦 还有运动励志的设定 确实让人看得津津入味 编右膝宽阔如太平洋的肩膀 正适合演游泳选手 04 这次穿越时空的道具是手表 对戏穿越的道具是手表 但任律穿越回2008年 柳善仔出道前一年 男主角的手表还在手上 也就是回到过去 就立马改变未来 结束第一次穿越时 善仔随身物品就多了高中时期 大头贴和任律送的糖果 是不是让人脑洞大开 善仔和任律手腕上都戴着手表 历史事实已经开始改变 大头贴和糖果宛如未来拼图 一点一点出现 网友一开始以为 MP3会像台剧《想见你的随身听》功能一样 但目前MP3录下高中柳善仔告白 到哪一天才会听到MP3 女主角才会发现 是柳善仔喜欢自己在先的事实呢 编剧抄会掉胃口啊 校园恋爱公式 一定要共享一副耳机 05 谁先爱上谁莫比乌斯环在线 原著小说的男女主角设定是偶像与粉丝关系 小时并不认识 但在里边魔改之后 加入《想见你的神逻记》莫比乌斯环 任律穿越回过去 展开拯救柳善仔唯一药物 但不知道自己小时候就是被柳善仔救 而柳善仔被救得到总统奖 破纪录后的第二天 肩膀再度崩坏 历史事件只改变了一半 剧情发展很快进入善载告白加初吻 只可惜任律喝醉断片 剧中多了可爱设计 时间暂时停止 只要任律说出未来事件 例如玄冰和孙艺珍结婚了时间就会暂停 任律揭露未来事件是没有人听得到的 但金泰成听到任律预言 家里要失火了 却没有时空暂停 似乎知道任律不是同一个灵魂的人是金泰成 金泰成是男女主角最重要的天然障碍物 另一造成女主角半身不随的悬疑点 在第三四集就揭露一个看起来像罪犯的继承车司机 与任律插身而过 任帅躲罪汉掉入河中还是柳善载就上岸的 这个历史事实没变 但为何柳善载当时会在现场呢 到底是谁救谁 谁一直守护谁呢 回到过去 扇载依然救了任律 任律能想起是同一个救命恩人吗 06 男主角的暗恋满满少女心很加分 母胎单身 运动直男的脑内小剧场 竟然很少女心 跑去任律家的录影带店 假装租录影带 发现任律到在自己房间 还偷偷替他开电扇 帮忙打蚊子 比吴猛 黄香还笑感动天 戏剧一开始就点出柳善载高中 暗恋对门邻居任律 但当时任律一心暗恋金泰成 根本没注意 就任律 鼓励任律活下去 到15年后 站在任律家楼下 看他平安回家进门 柳善载一直暗恋 实在太加分 07 双男二设定 一个负责音乐 一个专谈恋爱 被剧主打双男二 一是男主好友 由真实歌手身份 N-FLYING主唱李承携担当 开播两周剧中 Ost就攻上韩国流行音乐旁行榜 而任律的另一追求者金泰成 是让柳善载有威胁感 和不停脑内小剧场的存在 有爱情 有音乐 有推理 背剧 一定更加紧凑 期待未来 收视率好评 善载左 任律和金泰成 右 三角链已形成 08 宛如请回答2008 青春明星特别出演 第一集出现少女时代 全优力站台 重现2008年 寒流高光时刻 背着善载跑 平分9.1 韩剧真的杀疯了 该剧堪称四月韩剧市场的最大黑马 没大尺度 没一线大牌 也没有往非级别的制作 还是一部甜甜的爱情剧 属实有点平平无奇 毫无特色 然而 就这么一部平平无奇的剧集 在播出八集后 豆瓣评分已飙升至9.1 一部平平无奇的爱情剧 豆瓣评分竟能有9.1这么高 属实有点让人震惊了 看了八集后 才发现 背着善载跑 作为一部青春校园剧 韩剧的校园题材 已经和国产的不在一个水平了 该剧以忠实粉丝穿越时空拯救抑郁偶像 随后发展出浪漫爱情为主线 引起了追星群体的共鸣 01 拯救偶像 韩剧背着善载跑 由影中号 金太叶指导 李时恩编剧 编佑西 金慧云 宋建西 李承鞋等主演的 PVN月火剧 于2024年4月8日 在韩国PVNN电视台播出 主要讲述了一个 不幸结束生命的顶级男明星 和一个为了救她而回到过去的女人之间的 穿越奇幻爱情罗曼史 故事从一场大雪开始 女粉丝任律因为一场面试 错过了去看自己喜欢的偶像柳善仔的现场 却在途中偶遇了她 柳善仔将雨伞递给任律 而任律则递上了柳善仔喜欢的糖果 然而已经受够了工作压力的柳善仔 在当晚选择了自杀 不久之后 柳善仔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一突如其来的情节转折 让任律百思不得其解 她匆忙赶去医院 在途中 她收藏的善仔曾用过的手表 意外掉到了溪流中 当她捡起手表后 奇迹发生了 任律手中的柳善仔的手表发光 时间突然凝固 当任律再次睁开眼睛时 她回到了过去 回到了高中时期 这一次 任律决定要改变命运 她不再让柳善仔走上绝路 她找到了柳善仔 两人之间的感情逐渐升温 他们一起经历了青春的欢笑与泪水 一起面对了生活的挑战与困难 他们的双向暗恋与互相救赎 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与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